大家好,大家是否很喜歡聽網台呢? N年前聽網台,要去某一個特定網址 或者要下載某一個特定APP 如果是現場聽就會免費 又或者是有些要收費聽 甚至你想重溫也要付錢 我估計香港的網台有很多很多很多 不過在我的印象中 最早期應該是有牛的網台 又有黃毓民的網台 老蕭 還有在網頁版的OurRadio 在這些網頁版的網台 很多時候因為大家可能聽不及Live 亦有很多有心的朋友 便會將他們下載或翻錄 放在各大討論區內等人下載 不過這真是很內世紀之前發生的事 近十多年的網台 很多都要下載一個特別應用程式 但我印象中 網台有很多時候都是男性主導 即是我所說的 有規模、有營運、有製作 真的很多人都被男性主導 但近一年很開心 因為遇上 杜汶澤的網台Layshow 杜太田芋妮也有個人的節目 她以主持的身份 去主導一些女性的話題 就以最近一個節目 港女萬歲為例 她的話題是非常開創先河領導潮流 不如這樣說 應該說在香港社會裡開創先河 相對一些非中文的節目 外語的節目內得更開放更爆炸 我想跟社會保守都有些關係 從小到大 你不覺得跟別人聊的事情 稍為沒有那麼大眾化 沒有那麼得到人和應 人家就會當你是外星人 或是怪獸地看著你嗎? 我實在太多這些經驗了 當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你會發覺什麼都可以說 縱使別人不認同你 或是別人的看法不同 但他也會尊重你的 不會覺得你怪獸 你是疑慮的 你走開 從來都沒有這個感覺 而很開心 聽到田瑞來這個節目內 討論的題目 不是我們很容易在電視 或者是朋友圈裡去談論的 例如劈頭去請一些性工作者 談及一些他們過往的工作 或者一些人生的經驗 我沒有立場的 我沒有支持反對的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打開電腦 甚至打開新聞 很多事情你都控制不了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們就先聽了 我認為一個人涉獵的知識越廣闊 你的分析能力就會越強 你的分析能力就會越強 你聽了一萬個不同形式的大話 你很容易就會察覺到 你面前這個人是跟你說真話還是大話 分辨是非 有時不是單靠文字 個人的經歷 朋友的經歷 家人的影響 所以從小到大很多人喜歡 可以說 電視教壞小孩 誰誰教壞小孩 即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 你的命和他的命不一樣 是非你吃煙他也吃煙 對嗎 所以我們不要戴有色眼鏡去看這些這麼精彩的節目 以托闊眼界的角度去欣賞這些節目 有時這個世界你遇到的人都會不同 而這麼好 田瑞尼就請到一些專業的人士上來去討論 例如他們說開放式關係 田瑞尼就邀請一些自己真是親身經歷過一些open relationship的人上來 現身說法 而談及收兵和娘娘的關係 利蘇又真的請到一些真真正正的兵和真真正正收兵的娘娘上來 我們腦裡有十萬個為什麽 為何那些人會做兵 那隻兵也是很坦白說出他為何那麼喜歡做兵 以及為何輕盡才力 買買名牌手袋給他娘娘 又請了好幾位整容整上癮的朋友 看完整容這集 看完整容這集 我都不會去考慮整容 真的很害怕 然後他們又有討論LGBT 嗯 在外國是很容易見到這些人 例如 你上了一輛車 前面有個昂藏七尺的外國男人 整隻腳都是肥毛腿 很多毛 但她是穿着 Lolita的一身制服 戴著假髮 兩條鞭子 其實我看到是很開心的 最好笑的是 一起上車同一個站 即是又是同一個站 接著開完派對之後 到我回家 咦?為何上車的時候 又見到這個人在我前面? 這麼有趣的 真是在外國容易遇到LGBT的朋友 在香港呢 就真的聽道太這個節目 就會聽多一點點 聽起來又是很開心的 他們找到他們自己的幸福 對嗎? 到近一集 亦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兩集 其實是兩集 講今年期的 其實都頗震撼的 因為跟幾位主持嘉賓一樣 我們都是大量迷思在腦中浮游著 說真的 無論在Youtube 或是電視、雜誌 其實日日夜夜夜 都很多人談論 跟年期 但你總是沒有興趣的 因為跟我們說的人 什麼醫生、什麼醫師、什麼營養師 中醫、西醫、諸如此類 都是以一種 咬化的形式去 講一些醫療的症狀 吃什麼藥 或者怎樣怎樣 我就會覺得 好像差一點 隨便 我自己都聽網台 我當然想他們說的時候 輕輕鬆鬆 有少少好笑 又有些資訊 我們聽起來 比較容易入口 剛才 所以一反傳統 不是找醫生來講 道太田瑞來 請了幾位嘉賓 都很有趣 請了我們很喜歡的奴蜜雪雪雪 請了蝦頭 請了很久不見的奴巧音 也請了蝦頭 何慕斯 即是雷蘇開台始創最早期的其中主持人 那時蝦頭好像是做今晚博夜夜不夜的 我有沒有記錯 如果我是記錯的話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 蝦頭是主持哪一個環節的呢 道太田瑞來就連同四位嘉賓延伸說法 講及更年期的一些趣事 其實看了田瑞來這個節目 對她的感覺又有些不同 以前經常覺得她是杜汶澤的太太 整天都好像被杜汶澤吃著 是很好的女生 是現在這麼幸運 在這節目中我們聽她說多些 才對她的看法完全100%改觀 原來真是成功的男人背後 是一個更加成功的女人 田瑞來開始有分享 在她做了很長的舞台劇 然後她覺得很累很累 然後她懷疑自己是否有一些 今年期來到 為何會累得這麼厲害呢 那就引發大家去思考 究竟疲倦是否一個 今年期的特徵呢 因為在座這麼多位都是四十多歲 這麼多嘉賓 而蝦頭 就是當中應該是最年輕的位置 田瑞來問她 我們請你來講今年期 你會否有些心情 那蝦頭就說 也不是的 因為她之前做過一個舞台劇 就是叫做難度亭經才去愛 所以其實她也會覺得 亭經這個牌 這個路牌 好像慢慢在路上迫近 所以這個舞台劇 也是在說 如何預備去面對 而蝦頭都說 她其實對今年期很多迷思 所以請她上來這個節目 她也是很想聽一聽 學一下東西的 而盧蜜雪呢 說真的 全個節目裡 她說的話 都是相當有份量的 因為她是唯一一個 已經完成整個今年期的了 她就提醒大家 其實就不用問人 今年期應該自己感覺的 因為她從前聽朋友說 她說會潮熱的 那盧蜜雪就說 你如何熱發 她朋友就回答她 那種熱呢 是由心裡發出來的 不是好像平時那樣 你開冷氣就會不熱的 不是這樣的 她說那種熱呢 你是抗拒不了的 半夜又會出汗了 總之你控制不到 就好像撞鬼一樣 然後盧蜜雪就一直在觀察 究竟何時撞鬼呢 於是她一路觀察 一路看自己 她說到最後 根本沒有撞鬼 沒有遇到她朋友所說的 那些潮熱的症狀 盧蜜雪看中醫的時候 中醫說她媽媽應該拖得她很好 所以她沒有驚痛 說起驚痛 我想 很多女士都曾經受過驚痛的折騰 我記得我小時候上學 看著我對面的同學 對呀 那位全班校的第一個同學 她上課整個臉都青了 看著本書 不知道看著本書還是看著桌子 動都不動 跟著只合起來 跟著開一下 跟著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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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她當時就是在經歷著驚痛 見到她真是死死下 真是有氣無力 講話都無力 好慘 而我認識的朋友裡面 真是很少有驚痛 說真 一驚痛 要麼不能上學 要麼不能上班 有時候根本做人都不想 真是很辛苦 很辛苦 而盧密說 她真是很感恩 她是沒有驚痛的 她說她小時候 上體育堂的時候 見些朋友 又坐在那裡 因為M痛 所以上不了課 又或者來M的時候 她還在那裡 喝汽水呀 或者吃冬夜 吃雪糕呀 那些朋友很緊張 她說 你還吃些沙懶食 然後盧密說 也是面不改用 可以吃沙懶食 又沒事的 這些是得天獨口 真的身體很好 所以就沒有驚痛 說真的 其實除了更年期 另一點 女人之痛 就是驚痛 就是驚痛 有時候 驚痛 有時候 幾位嘉賓都在說 她們身邊 有些朋友 驚痛 例如田瑞 公司有同事 她說 她說真的痛到想切了 那個下半身 把腰以下扔掉 她 她說 痛到控制不到 從裡面痛出來 我記得有一次 杜汶澤 也分享過 她說 有個導演也是 女生 導演跟杜汶澤說 監製 其實我不是不想跟你拍 我很想跟你拍 但我真的很肚痛 可否幫我切了下半身 當在節目裡面 各位嘉賓說到驚痛 慶高采烈 又說腰痛之際 田瑞就說 她也很觸碰 沒有經歷過驚痛 這些慘痛的經歷 但她就試過 半夜無端端全身 所有毛巷 到手指的手指頭 都在出汗 她說真的好像 不得的shower 全身 淋濕 這個恐怖經歷 就是她 又要拍戲 又要演舞台劇之後 不空整理她的情緒 於是 她懷疑因為這樣 才會出現這些症狀 她就去看中醫 中醫跟她說 這東西叫導漢 是更年期的反應 真是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另外 她也發現自己 坐在那裡很生氣 經常都很想罵她老公 說真的 吞吞吞吞吞 這些真是很多 女人都有的特性 但她又提醒了我 她說她以前不會這樣 現在才會這樣 咦 如果有這樣的變化 這樣就未必是脾氣的問題 可能跟身體也有些關係 不頂 而 盧考音 也說 她確實有 近年期的症狀 她說她自己有心跪 勁得要去看醫生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心跪 是不是心驚驚 她也分享到她自己有超流汗的特性 嘩 出汗出到整件T恤濕透了 然後她老公也問她 你知不知道鋪條毛巾墊底 她說 濕到連毛巾也濕透了 然後她跟田睿尼都有同一種的症狀 但很小時候都會很生氣 眼前面好像有兩團火一樣 但我覺得她們都是些 很有覺醒的人 因為她們看到自己有些事情不對勁 我猜很多人發完脾氣 真的不知道自己不對勁 例如田睿尼說 杜汶澤問她 杜汶澤問她 今晚想吃什麼 因為杜汶澤煮飯 這個老公很好 但田睿尼說 食食食食食 經常顧著吃 你已經很肥了 還經常顧著吃 有沒有搞錯呀 嘩嘩嘩嘩嘩 然後其實在意識層面 田睿尼知道其實對方沒有錯 但她又控制不到自己 不停擋著杜汶澤 然後盧考音都相當認同 這些事情都有發生在她們身上 她說好像是鬼上身一樣 控制不到 整天都有浸火 火起 訪問到蝦頭 蝦頭說平時很少出汗 但現在很多汗 但還未到更年期 這樣的情況 究竟是否提早了 於是乎 聖治療師Miss Ho 就說 她說 近年期的症狀 未必是近年期停經才會來的 可以是停經 可以是近年期之前 已經有這些症狀 甚至停經之後 都會有這些症狀 節目開頭 口口聲聲說自己也沒有經歷過 近年期症狀 困擾的盧蜜雪 她說 那些人說 近年期會很火爆 盧蜜雪說 我一早就很火爆 所以她就沒有突然間很火爆的 近年期症狀 大家聽到這裡 會不會都很擔心 會出汗 出汗出到好像洗澡一樣 那Miss Ho 也很好地解釋 如果我們身體的女性 賀爾蒙是足夠 就會沒那麼容易出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擔心過 脫頭髮這件事呢 究竟脫頭髮又跟女性賀爾蒙有沒有關係呢 Miss Ho 就說 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我聽到也覺得很餓餓 喂 常常說女性的更年期 其實男性的更年期又是怎樣的呢 男性的聽眾你有沒有關心過呢 原來男性的更年期 原來男性的更年期是由荷爾蒙演變出來的 原來男性的更年期是由荷爾蒙演變出來的 直接影響性能力 性慾好嗎 或者勃起的功能夠不夠呢 節目主持田蕊尼說 她有朋友投訴她老公更年期 田蕊尼問她是否性方面有問題 她朋友說 不是呀 她覺得她老公越來越啰嗦呀 然後全場大笑 然後Miss Ho就說 是呀 男性更年期是很敏鎮 很啰嗦的 是很grumpy的 甚至是很搶氣 她說 大家試想想想 男性的更年期會直接影響性能力 那麼 身為一個男人 怎會不肯呢 是不是 又不知怎樣解決 又好像覺得自己不夠嗎 又不會跟別人說的 這些事情 那麼積積埋埋埋 有什麼發生了 都會覺得不順眼 嘩 我聽到都覺得很煩 很擔心 如果我是男人 那怎麼辦呢 真的聽到都頭痛 但是專業人士 即是專業人士 Miss Ho就說 其實原來是很簡單的 可以從健康方面著手 補充一些需要的荷爾蒙 個人就會舒服一點 你說這個節目是否真的很棒 我聽完就覺得 對呀 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 本來我聽他們在數 什麼性功能又說 很害怕 但是原來很簡單 補充一些荷爾蒙就完成了 真的聽完 覺得人間是滿有希望的 提到補 那蝦頭就問 女人可不可以補一些女性荷爾蒙 提到要拍荷爾蒙 大家都會很擔心 田蕊尼說 好像說會生乳癌 Miss Ho就說 如果自己或家族 有患乳癌的一些歷史 不太建議服飾荷爾蒙補充劑 我們有其他方法 就是可以塗一些女性荷爾蒙啫喱 塗在陰道裡 讓陰道不會因為荷爾蒙下降 引致陰道迫越來越薄 補充後 在做愛的時候不會痛 因為陰道迫變得薄 除非磨損 令到有火辣灼熱的症狀 就會因為荷爾蒙增加 就會令這些症狀大幅減輕 嘩 Miss Ho不說 也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可怕的症狀 真的要好好疼自己的身體 其實全港更年期節目裡 盧蜜雪也提出一點 我覺得是全節目最精髓的地方 他就說 其實我們應該 Age gracefully 真的優雅地去老 他也提醒了我們 要繼續扮靚 有時留意到一些老人家 老到某一個年紀 看別人也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打扮好像一模一樣 所以他說 真的愛惜自己 好好打扮一下 有嘉賓問 運動呢? 運動能不能幫忙嗎? Miss Ho說 如果你去健身玩舉重 即是 跟重量有關的運動 就會增加男性荷爾蒙 無論男女 體內的男性荷爾蒙增加了的話 你的性慾也會增加 原來 壓力會令人 體內的荷爾蒙 產生變化 引致不想做愛 然後盧蜜雪也很語重心長地說 他說其實停經之後得到更大的自由 他提供一個女人最怕懷孕 做愛就沒什麼自由 因為以前也會很怕懷孕 他說停經之後就無後顧之憂 不怕懷孕 這一點真的對所有女性是當頭棒學的 在總結整個節目填在你 其實今年期只是一個老的標籤 把這個標籤剝除 今年期只是一個老的過程 這個節目真的很貴正 這句話也是提醒了我們 新老病死 人生也是這樣過的 天跌下來當皮蓋 好好愛惜自己 輕輕鬆鬆鬆 避免壓力 對嗎 老人家經常說 行得、食得、睡得、餓得 人生最基本就需要這樣 祝福大家 未到今年期繼續開心 到了今年期更加要開心 過了今年期好好享受 請大家點讚給個like支持廣播 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我們的節目給你喜歡的朋友知道 按下小鈴鐺 讓我們有新節目時可以通知你 多謝你收聽這集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